请你回来好 就是 你这我也那个 为什么只能办这个不能办其他的 一个是 无来寿量品 无来寿量品就是阿弥陀佛的嘛 无光无量寿 这一个第二品 一个就是放光光品 这个 这个一个 是不是放光品 这个是 拿摩妙法莲花经当中的一个 也是精华吧 但是你说这个精华哪一品哪一段 不是精华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说 我们学这个经的话就是说 你可以啊 比如说你真的这两品 由法师深入的跟你讲解 安住的去修 那你很伟大 你别说两品了一品就够了 对不对 那么妙法莲花经有一个师父带你的妙法莲花经给你解释 什么叫妙 你像智者大师讲个妙讲了九十天 对不对 那由智者大师这样带你去 那你就受此一句妙法莲花经都可以了 甚至就学一个妙子就可以了 对不对 但是现在我们还是就是在未开智慧的时候呢 在对经典还是广泛的恭敬啊 当然你能够拜也很好 拜也很好 但愿你啊 我也祈祷你能够得利益 得到利益了 那一样的 一个字都可以解脱的 我跟你说 一个妙子就可以解脱了 法 一个法字也可以让我们解脱的 请问法师忏悔咒语 摁本者萨多昏是金刚萨多的心咒 请问金刚萨多 普贤菩萨有何关系 是两位菩萨呢 还是同一位菩萨 这个普贤菩萨的体性 是金刚萨多 外表显现的是普贤菩萨 从这个意义上说 金刚萨多也是 所有菩萨 所有佛的内在秘密体性 它属于报身佛的一种显现 所以不要去 不仅仅跟你普贤菩萨 金刚萨多是 诸不谈成主 如海诸不谈成主 什么叫谈成主 谈成主就是佛 如海诸就是无量无边的佛 的本体 这是显现的金刚萨多 就是金刚萨多的一种 所以它其实里面是确实有内涵的 我们这边今天 不要说这一节课了 我住到台湾 住一年大概这个问题也讲不明白 有听文网络说 班萨要经过丧失加持 否则会对众生有杀伤力 请和尚自卑该死 这没有这样的吧 谁都需要班萨 谁哪个凡夫众生不需要忏悔 不会有杀伤力 咒语不会有杀伤力 智慧总不开 怎么样才能开 安全门进去就开了 三界的解脱门进去就开了 但开智慧也就能进去 所以这是同时的 莲花来比喻它 花果同时 开智慧就是见佛了 见佛开智慧 佛见不到要见谁呢 要见法 法从哪里来呢 善知识传的 首先见善知识 依止善知识 就会文法 文法修法 就会开智慧 开智慧就会见佛 阿弥陀佛 愿生西方净土中 酒品莲花为父母 跨开智慧就会见佛 跨开智慧就会见佛 悟无声 这都是学佛修行的非常重要的 阿弥陀佛 你安置在这个情景当中 你就会体验到 体验到发喜禅乐 这样的积累 这就是我们修行的资量 积累越多 我们的就是功德力越大 往生的资量越多 但最主要的就是 要对极乐世界 生起极大的信心 对不娑婆世界 就是恐惧性 这是一个有漏的 无常的 苦难的世界 我们人生要早日寻求解脱 真正极乐世界 这个敬业成就了 那这个世界 不管怎么样 你都不会具备了 你不会惧怕的 最恐怖的就是说 敬业还未成 这个世界又是这么苦难 我们就在这里 所以要有一种 要有一种精进心 精进心从这里来的 所以今天大家在这边 我们一起交流佛法 分享 法喜 在这边非常感恩大家 我们一起回向 愿孝三丈诸烦恼 愿得智慧真明了 不愿罪障惜消除 世事常行菩萨道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下祭生土苦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同身极乐国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 皆共臣佛道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释迦牟尼佛视线在这个世界 就是要弘法立身 弘扬正法 利益众生 生命电视台秉持佛陀弘法立身的原则 而不断地在运转 透过各种的管道 包括卫星 电脑 不断地在推动保护生命 弘扬佛法的工作 所以希望各位一定要护持生命电视台 加入生命电视台的护台功德组 每年一万元台币或每个月一千块 不断地来护持 不断地来推动佛法 感恩各位 阿弥陀佛 护持生命电视台 成就一切诸善法 弘扬佛陀 般若志 华博正好1996-5232 1996-5232 顾名 生命文化基金会 生命电视嘉义生命讲堂 举办八观灾界即佛学讲座 恭请禁制法师主法 日期7月28号星期日 上午8点半 地点嘉义生命讲堂 地址嘉义市新野东路 555-1号 联络电话 05-216-6700 05-216-6700 法会被消灾超建牌位 欢迎填写 生命电视高雄慈悲道场 陈真法会各组志工 讲堂值班志工 地址 高雄市左营区中野路189号 地下一楼 联络电话 07556-9911 07556-9911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